你是当时的胜利者 我恨我自己 我那个时候 就这么默默地看着你 希望你也能看我一眼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自己是个隐形人 因为我害怕你在看到我的时候 我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高峰 那个时候你是我的整个世界 可是在那个世界里 我看不到任何的素材 甚至你在我的心里 留下了一个大洞 我就不知道拿什么来填满了 我并不想说那些 对不起的话 这些年我一直在学件事情 就是学会不去回头 那你就不要回头啊 别忘了 我也是你的过去 我就是过去躲在小楼里的 那个小女生 渴望被发现的小女生 我就是你故事里的一个影子而已 没有名字 甚至没有面目 高峰 我求你了 你离我远一点吧 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爸爸走了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叔 小方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在吃饭 怎么了 我刚才给浩宇打电话 是一个陌生人接的 他说他是警察 说浩宇好像出了车祸 什么 你不要急 忙过来 其道是 哪个是你们雷队 喂 我是 你们是龙湾分局 刑侦大队的吗 我是风凯 你好 跟我来 什么情况 据现场目击者说 当时出事的车辆 是为了避让一辆摩托车 当然事故车辆的速度 也非常快 地上没有刹车的痕迹 说明它当时 根本来不及刹车 而是直接打的方向盘 摩托 怎么了 那摩托车的 跑了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 所有出入口的监控视频了 打开 是的 应该是没有喝酒 不过还要看最后 血液里的酒精检测 还要看是不是毒驾 怎么 和你的案子有关 先拿什么 雷队 无论如何 得找到那辆摩托车 和那摩托车手 好 抬走吧 你怎么得到哪里 在嘴巴里 从而辆摩托车 是当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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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盛 明白 什么 上海 你确定之后也不是从英国飞回龙城的 谢谢 喂 石支队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扰你 我觉得昊宇应该是在英国发现了许佳桐些秘密 所以许佳桐会这么做 快去问许佳桐 看着我干什么 问许佳桐 搞疯离吧 你近一点 对着我干什么 你怎么近一点 周昊宇是从上海飞回龙城 周昊宇和许佳桐是前天下午四点半村英国飞回龙城 但周昊宇又在晚上十点钟 飞去了上海 昊宇前天从英国飞回来他为什么飞上海 我已经让石磊查周昊宇在上海的行动轨迹 你好好想想 周昊宇出国前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你有没有跟他提议 许佳桐偷渡难过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许佳桐那事我 我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我说我怀疑龙兴集团利用BAT项目 进行资金外套 这个话我是说了的 但是他不信 因为 因为周昊宇喜欢许佳桐 我打过电话给他 他没有接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说了什么 流星BAT项目里面有没有 南国和海外华人的声音 此信息内容 不要让许佳桐知道 Monkey 他ими 手机 没有跟你联系过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联系过 他手机呢 他手机里有没有什么线索 他的手机拿去检查了 昊宇从英国回来的 他为什么要去上海 他为什么不用我说一声 你输 输 输 我再拿走 小枫 珊瑚 浩宇呢 浩宇在哪儿 珊瑚 别去了 浩宇在哪里 浩宇在哪儿啊 珊瑚 你要见他 我要见他 珊瑚 我要见浩宇 浩宇在哪儿呢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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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孩子在哪儿呢 珊瑚 你们的孩子在哪儿呢 珊瑚 你们的孩子在哪儿呢 珊瑚 你在哪儿呢 珊瑚 你放开我 不能放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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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风铃哥 进来 都顺利吗 顺利 您放心 如果冯凯他们问起的时候 就说昨天晚上和燕子一起在看电视 你现在和燕子也说一下 好 好 别别玩啊 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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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密码不对是吗 试试你的生日 你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笔记本 带密码锁的那种 当时啊 你就设了高峰的生日 彤彤 现在跟你说话呀 真是要滴水不冷 咱们在学校里 还在学校里 我还在学校里 你都在学校里 我还在学校里 你又在学校里 你又在学校里 说他们俩还特亲密手拉着手啊 要不要我现在带几个人 去找那小子好好收拾他 我会处理的 不是他都敢的 我说了 我会处理的 你忙你的去吧 达儿 让传逆消息的那个人 把嘴闭上 都放大 给他 然后 在这边 里面 在后面 自己带个人 몸 二 再 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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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校长 我想和周浩宇 单独说话话 哎 好 周浩宇 我是许佳彤的奶奶 许佳童和高峰在谈恋爱吗 我跟你说话呢 你抬头看着我 进来 贾同奶奶 发生这件事 是我们监管不力 对不起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的 侯校长 我让你这么做了吗 这事啊 对谁都不能说 好 不过你可以告诉我 高峰的爷爷 高四海 也别说我今天找过周浩宇 好 然后呢 然后 就没然后了 你把事实告诉他就行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好的 好了 还有我孙女啊 马上转学到上海去了 有关的资料 请您帮我尽快办 侯校长 放心 虽然我孙女啊 转学到上海 但是每年给你们的赞助费 我一样会给的 就是 我恐怕 你的身份 那个 我 你们 你的身份 你 roof 明白了 这些都是什么 他们黑进了 罗伯特公司的内部系统 他发现了南国天心国业公司 和英国莱瑞投资中介公司的资金网来记录 您好 哈喽 哈喽 罗伯特 可恶科技产出现了 行驾出的都是 海财消责键 亚罗伯特公司人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 只是做 现在吗 对 现在 对 现在 我会做的 彤彤 你准备 怎么跟冯凯他们远这件事了 浩宇已经死了 我想这电脑你也会把他毁了吧 那那个黑客呢 你放心吧 即使黑客把一切都说出来 只要罗伯特 删除了我爷爷公司的注资记录 分开他们什么都查不出来 除非他们跑到英国去 我知道了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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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好好 我知道了 队长 许佳总来了 你 你 你 高峰 等会儿 放开我 你干嘛呢 高峰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吗 我得是才知道这个消息 你才知道这个消息 你再说一遍你才知道 别这样 疯了吗 杀了 他到底是不是你杀了 高峰 过 别逃了 你在这儿吵到什么 这是医院 要吵去别地儿吵去 跟我们走吧 你们俩看着呢 别让她过去 你 许佳总你怎么提不着 好远的事情 我会查清楚 你给我记上来 我会抓你 告诉我 你行了 我还未来 我好多别人 我再看着 你咱俩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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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着 你咱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我把他送到他父母家的地库 我就走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去上海的事情 晚上秋天四十多的时候 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电话打通了 他接了 可是一直没有说话 过一会儿又挂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又打过去 可是他已经关机了 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我说你看到微信 空了以后给我回过来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给我回过来 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 我又打电话给他 也都是一直关机 接着说 一直到晚上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两天通了挺多电话的 我实在记不住 这是我的通话记录 你们自己看吧 前天晚上十一点半 你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这么晚了 你给他打电话干吗 因为项目的问题 我在写一份报告 我需要一份会议纪要 我给他打过去 但是他给我挂断了 挂断是什么意思 电话打通了 但是他给我挂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又打过去 又关机了 当时我没有在意 但是之后 我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 都是关机 一直到昨天下午 五点多 我打电话打通了 可是他还是挂了 他为什么老挂你的电话 我们两个在英国的时候 在一起了 他一直喜欢我 可是在这之前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 我不喜欢办公室练琴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他必须辞职 因为他在集团的职务 很特殊 这早就说好了他 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希望他可以尽快辞职 他说他需要时间 我先考虑一下 我答应了 所以他挂我的电话 手机关机 我也没有在意 我以为 他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以为 其实今天下午 五点半的时候 我是准备去东山银行 去包含通知书的 这是我跟沈航长约好了的 但是我去的时候 沈航长不在 而且他跟我说 饱含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可能浩宇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吧 你怎么知道周浩宇要去上海 前天晚上九点四十多 我给他打电话 接通了 虽然他没有说话 但是我听到电话那头 是机场广播 在催促周浩宇登记的信息 是飞往上海的航班 celebrity 不是 你是病人家属吗 他是我叔叔 这个人在极度伤心的时候 很容易激发体内的交感活性 使其敏感性增加 导致冠状动脉血管收缩 痙攣 引起心肌急性缺血 和心脏左矢 心肩成丘囊状 同血不能受阻 严重吧 现在没事了 这类病没什么特效治疗手段 但是愈后良好 也就是说患者 过几天或几周以后 自动就好了 无需治疗 好 外星的是我们知道他的发病原因 这类病的发病率比较低 患者就医时很容易误诊 我都跟院方打过招呼了 你交完费以后 把患者转到普通病房就可以了 放心吧 行 谢谢你 医生 不客气 跟老三 也就是韩世青 通过电话之后我才知道 昊玉有可能去上海 去找他当年的室友马杆去了 马杆是谁 他的真名叫安宁 大学的时候 因为在网上 传授黑客技术被开除了 一三年的时候 因为入侵了一家企业的内部账户 并且把他们的交易情况 发到网上去 被判了六个月 现在上海警方为什么通缉他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黑客 周浩宇为什么要到上海 去找这个黑客 我也想知道原因 周浩宇没让他妈妈 把宝涵发给香港的知恒 是不是发现了BAT项目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BAT项目没有秘密 我们经了计考验 你们可以去调查 马上给机场派出所打电话 确认一下前天马上九点四十多 机场关门里 有没有拨过催促周浩宇登记的信息 是 方队 怎么了 实施队 方队 替孟师 马上过去 又没死 这周浩宇 你才能提到 这周浩宇 你确定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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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登记的信息 准确的信息是 乘坐飞往上海CA7809次航班 周浩宇旅客请注意 您所乘坐的航班 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速往二十二号登机口上飞机 你觉得呢 什么 徐家彤的回答 到目前为止 天衣无缝 刚才看见周浩宇的反应呢 没有异常 不许可 你可以先走了 但这段时间不要离开龙城 我们可能随时找你了解情况 好 可是沈行长扣着保寒 不发给香港分行 那我们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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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不是杀人狂 你就是 还这么幼稚 要不要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 我想一眼待会儿 我在外面 有什么事的话 您叫我 你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现在不在了 如果是事儿来 就不要人照顾 放心吧 我会控制好自己情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